新京报消息 据内蒙古阿佐齐公安局官微PIR阿佐齐3月14日消息 2024年2月27日 阿佐齐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海斌同志 在北京执行全国两会安保维稳重大任务时突发疾病 抢救无效 因工牺牲年仅49岁 据介绍 徐海斌南蒙古族内蒙古阿拉善佐齐人 生于1975年11月26日 2004年3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1年9月 以优异成绩考入内蒙古人民警察学校 毕业后 分配到阿佐齐公安局超格图呼热派出所工作 1998年至2009年 在阿佐齐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 历任办事员 科员 中队长 2009年至2015年 先后担任阿佐齐公安局温都尔勒图派出所长 古拉本派出所长 吉兰泰派出所长 2015年3月起 任阿佐齐公安局党委委员 并先后担任国保大队长 交警大队长 公安局副局长等职务 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工三次 加奖三次 两次被评为全盟武家破案能手 一次被评为全盟公安优秀侦察员 多次被评为其公安局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 据当地媒体报道 在徐海斌牺牲的21天前 2024年2月6日上午 他还到超哥图呼热派出所 开展春节前走访慰问活动 代表局党委 向派出所全体民辅警 送上新春祝福及慰问金 在2024年1月5日上午 徐海斌到刑侦大队党支部 开展赶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 牢牢铭记六句话的事实 和道理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刑侦大队党支部全体党员民辅警 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党课学习 3月15日 平安阿佐奇发表了 徐海斌儿子徐诗阳的 怀念我深爱的父亲 徐诗阳在文中写道 在我们赶到北京宣武医院时 依然没有接到父亲醒过来的电话 在急救中心门口 父亲被缓缓推出来 急救的仪器还在运转 我们都愿意相信父亲还活着 哪怕不能说话 哪怕只是呼吸 然而 父亲的身体变得冰凉 如同掉入深井 估计的一直往下沉 往下沉 这次父亲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 为什么不能再给我和妈妈 最温暖的拥抱 难道他不惦记我们温暖的家吗 不会的 我相信我的父亲 在生命最后瞬间 他想回家 他惦记我和妈妈 他舍不得离开人事件 徐诗阳在文中写道 我年幼时 知道父亲是一名抓坏人的警察 在班里我很骄傲 就想有一天 能和父亲一起抓坏人 可当我逐渐长大 却时常不见父亲的踪影 妈妈曾一度被同学家长 暗自揣测是担心妈妈 直到母亲再也受不了了 严厉要求 父亲露面 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父亲却也还是 姗姗来迟 随着我逐渐长大 我们父子间才有了点默契 他为培养我的兴趣爱好 一有空就带着我打篮球 分享给我世界级斯诺克 台球大赛的视频 他希望 我有强健的体魄 希望兴趣爱好 能陪伴我一生 希望能用这种方式 弥补缺失的陪伴 而父亲终究不能再陪伴我了 甚至没等到我成家立业 陪伴他和妈妈步入晚年 作为人民警察 他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和生命的代价 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义无反顾 他的牺牲 令我一时分不清光荣 这个词的真正意义 对于国家它是光荣的 对于我们这个小家 却如一道晴天霹雳 生死永别 他写道 据阿佐吉公安局官微介绍 自2019年起 徐海斌同志 连续六年 带队执行全国两会 安保维稳重大任务 成功化解了多起矛盾激案 为国家重大政治活动 和安全维护了一方稳定 赢得了组织和同事们的高度认可 今年2月18日 徐海斌文令而动 亲自带队奔赴北京 执行全国两会 安保维稳工作任务 由于时间紧迫 工作任务繁重 徐海斌在全国人民 尚在欢度春节之际 就开始了工作谋划 到达北京后 马不停蹄 立即开展工作 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 连日来全身心 投入工作任务当中 亲力亲为 在工作进展顺利的时候 连续高强度的工作 让他的身体 早早发出了警告 为了保障工作 持续稳定和顺利 徐海斌不顾同事们 多次劝告 一边吃药 一边继续召开任务推进会 确保工作万无一失 元宵佳节 也只能通过电话 表达对家人的店面 据悉 2月27日早晨 徐海斌在驻地 布置完工作任务后 对工作组同志们说 有点累 不想吃早饭了 想些一些 没想到 这却是同事们 听到徐海斌同志 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一次 同事们再也没能等到 他平安回来 同事们在他牺牲后 整理遗物时 发现他手机里 最后保留的通话记录 依然是本次保障的工作任务 皮安阿佐吉 在发布消息中介绍 徐海斌同志训职后 阿拉善蒙委 政法委 蒙刑署 阿拉善佐吉 其委 政府 人大 政协 蒙奇 公安机关领导班子 其他其区公安机关代表 其区各所对负责人 和民警辅警代表 纷纷前去调宴 3月2日 徐海斌同志 遗体告别仪式 在红山公务举行 自治区公安厅派员 蒙公安局 阿佐吉各级领导 同事 亲朋好友 前去送别 文中称 在无数个日夜 在抗疫前线 在安保现场 在艰难险祖面前 都有他战斗的身影 他把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公安事业 徐海斌同志 用生命 进行了人民公安 为人民的初心誓言 他是驼向墨井中的优秀代表 用实际行动 赢得了人民群众 同事 组织的信赖和称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